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在收看完网球之后呢 继续收看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那么在今天晚间呢 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团体冠军的争夺战 是由中国队对日本队 那么在昨天晚间呢 我们为您直播了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的比赛 最终呢是中国队3比0完胜日本队 获得了亚洲锦标赛的女子团体冠军 从而呢也是第16次获得亚锦赛的女团冠军 今天晚上呢是男子团体决赛 中国队对日本队 那么这次呢日本队呢 派出的有丹羽孝熙 吉村真情 大倒幼灾 森源正从 和消息选手 村松熊斗 中国的男队呢 这次呢也是派出了所有的主力选手 大家看到这是前八名四分之一 以及半决赛的情况 最终是中国队和日本队晋级决赛 中国队3比0胜印度 韩国队 3比0胜新加坡队 中华台北3比2胜香港 伊朗是0比3赋予了日本 那么在半决赛当中呢 中国队是3比1胜韩国队 日本队是3比0 胜了中华台北队晋级决赛 亚洲平方球锦标赛呢 是一项传统赛事 第一届呢是1972年 在北京举行 这次呢是第二十二届亚锦赛 中国队和亚洲各国家地区代表队 非常重视 本次比赛一共有七个项目 男女团男女单男女双 以及混双的比赛 中国队第一盘出场的是许新 许新是直拍选手的代表 也是直拍打法的希望 我们看到亚锦赛啊 是在这个泰国的巴地亚举行 巴地亚体育中心 这个赛场呢 也像一个绚丽的舞台 这个赛场的布置啊 环境以及灯光 对运动员来说呢 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能够促使运动员呢 一进入场地之后非常兴奋 有这种愿望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这个技术水平 那么中国队在半决赛呢 是战胜韩国队 3比1 张继科丢了1分 樊振东拿2分 这次中国队这个阵容里面 还有苏州市领赛的男子单打亚军 就是方博 方博呢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亚洲平方球锦标赛 男子单打呢 参赛人员有马龙 张继科 樊振东 许新和方博 许新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 那么许新的对手呢 是来自日本的吉村真情 她的世界排名是第18位 1993年出生 今年22岁 那么对于许新来讲 今天的挑战还是很严峻的 因为作为直拍选手呢 亚洲的队伍的打法 以及这个技术风格 对中国运动员是非常了解 特别是对中国的直拍打法 也很有一套 许新呢 也曾经在亚紧赛上 也曾经输过球 看看今天对吉村真情的比赛 许新能否发挥出 直拍的这种霸气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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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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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介绍了 就是在09年 这次的亚洲锦标赛当中 日本队呢 就是以本土年轻选手为主力阵容 和中国队在男团的决赛当中 这次在09年 许新首盘是赋予了松平健太 第三盘马龙赋予了暗川胜野 当时是依靠了张继科拿了两分 最终中国队3比2显胜 这场比赛呢 09年的亚锦赛 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记忆 在近一年多以来 日本呢 男队又涌现出了更新一代的选手 比如说吉村真情 大家看到的 大倒幼灾 森源正从 尤其是这个 大家看到的吉村真情 这一年的进步神速 基本上已经取代了 日本的松平健太 成为日本礼乐奥运会的三号主力 五号主力 蝸蝸 拿 4-0 好球 许欣在揭发球上 这个球啊 它是贴在台面上拉手 所以这个球啊 几乎是贴往而过 弧线很低 几乎是贴在台面上拉手 几乎是贴在台面上拉手 双方在第一局都要相互摸一摸对方的球路 所以在出手方面都是比较慌乱的 双方在第一局都要相互摸一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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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在第二局都要相互摸一摸 双方在第一局都要相互摸一摸 双方在第一局都要相互摸一摸 一个是许欣又直拍横拉 而且这个球呢是上旋球 他又想发力 所以呢这个对对方的球的位置轻重旋转 都把握的不太好 其实许欣这局啊 主要是这个优势在揭发球当中体现的最明显 因为揭发球如果你能够很主动能够得分的话 可以说给你的发球这一轮 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发球就没有负担没有压力了 这样许欣第一局是11比7先胜 团体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第一盘的单打 许欣对世界排名第18位22岁的吉村真情 吉村真情呢是来自这个日本艾芝工业大学 应该说第一局许欣基本能够控制住对手 特别是在中局阶段 有一点小小的高潮 在揭发球方面显得非常积极主动 来看双方第二局 这次日本南队呢缺少了这个名将水谷笋 所以日本南队整体的实力呢有所下降 这套阵容当中单于孝希和吉村真情是里约奥运会的阵容 在昨天的半决赛中国队和韩国队这场球呢是樊振东拿下两分 大满贯张继科呢是意外的赋予了韩国的小将张雨震 也爆出了一个团体赛的小冷门 因为现在看来双方的回合并不多 其实这对于许欣来讲呢是件好事 直拍选手不需要打太多回合 最关键的是发球 接发球在前三板当中 完全可以结束战斗解决问题 因为回合打的越多对直拍来讲越不利 因为毕竟直拍呢才是单面 即使有直拍横打 也只是辅助技术 不可能许欣的直拍横打 像他正手拉球这么进攻这么有数 作为配合 但毕竟他这个直拍横打 他抓拍子的方式方法和这个 完全的横拍运动员 还是不一样 虽然打球的原理是一样 但是他从抓板上 对机球来讲必须要有很好的调节能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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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看到双方的回合不多 这样对于许新来讲 没什么太大的障碍 回合多了反而不一定 说能够完全占据主动 因为直拍选手 必须在这个小球方面 空短 发球抢攻 接发球直接抢拉 最好就一板攻死对手 这种对直板来讲最有利 回合越多直拍的反守卫 它必然是一个 一个小小的这个缺陷 现在这个集村真情啊 对许新的球 它还是有点合不上拍 所以它的进攻显得很干 它不能够融合对方的力量 对方的旋转 不是很顺畅 就证明它对许新的球 它不了解 踩不上点 又是一个长球 这个球呢 许新经常使用 其实我们电视机前的球迷朋友 也不妨去学一学 爱打球的 打直拍的 这个发球 这板长球发的很好 其实很简单 就是推一下 一推就是一个长球 上选球 许新这个球呢 确实第一局也出现过一点失误 主要是对方的一个逆向旋转 这个是往许新身体里 身体这个位置拐的 所以许新的拍形要掌握好的 另外对对方的逆向旋转 到底是逆的 逆的是上旋 还是侧旋 还是下旋 把这个旋转要搞清楚 弄明白 刘伟良总教练 现在为许新叫了暂停 一般来讲呢 作为直拍打法 他当然希望干净利落脆 能够2比0领先 打出这样的优势 但是往往在第二局 看到快要拿下来的时候 在心理上 在出手上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小小的浮动 刚才我们看到 许新最后一板抢拉 其实这板抢拉 一是不够刁钻 落点 不够严谨 再一个就是出手不够狠 所以被集村防了一个回头 那么在暂停方面 我觉得刘伟良教练 总教练 这点和运动员的这种配合交流 包括这种把握 能够 这个心心相通 就是能够达成一致 这点特别好 有的时候是教练员想叫暂停 但运动员未必愿意 因为运动员呢 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场上的节奏 来打比赛 但刘伍良只要在叫暂停时 其实队员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场下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是 非常合拍的 必须要达到这种 天衣无缝的这种配合 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九平 这局许昕是9比6 有很明显的优势之后 但这三分球呢 被对方追了上来 最后一分是有点意外 擦网 逆向旋转 有点高 还是这个球 第一局也是在这个逆向旋转 李贵梁教练也说的有一些快 这个球呢 必须把拍形控制的特别好 勾也不行 撇也不行 最好能够正面 直着 对着对手 全转的控制住 好球 非常果断 一是这个球呢 对方发呢 也是发的位置不好 他不是靠近许昕的这个 身体这个位置 也就是右方位 他是靠近左边这个大角度 正好许昕可以果断的挑打 那要往你这个怀里钻的时候 这球反而不好找位置来挑 出力 顶尖的男子选手就像艺术家 像魔术师一样 他许昕在这么关键的一笔分 他削了一半 谁也没想到 很神奇 这个球 这个球就是一个揭发球 逆向旋转 往他身体里拐的时候 看来旋转还是比较强 因为他经常出界 对旋转他摸不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发了一个失误 这样许欣13比11 两分的优势拿下第二局 好我们修一下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南团决赛 中文队对日本队第一盘许欣 对吉村真情的第三局 大家看到这个前两局 特别是第二局许欣在接这个逆向旋转的发球 还有一定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最主要是在比分胶着 相对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很难控制这个方向 但是许欣在2比0领先 我相信这个接发球不足为惧的 已经不是什么太难解决的问题了 能够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空间了 因为手没有那么紧了 像第二局它是个节点 日本东京将在2020年举办下跤奥运会 所以他们也一直加大在体育方面的投入 乒乓球是2020年日本奥运会的一个重点的发展项目 所以日本从2013年开始启动了这个2020年的 后备人才的这个培养计划 所以他们的日本拼鞋的训练费呢 也得以大幅度的这个提高 日本的奥租委一年呢 是给日本拼鞋的经费在3亿日元 也就是人民币1800万 包括他们的聘请教练 支付队员薪水 以及一年当中的各项比赛的拆旅费用 那么这其中呢用于青少年的培养的经费 要占到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一亿日元 所以在这个青少年的投入力度上 日本拼鞋可以说是下了这个血本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年当中的国际拼鞋的各项比赛当中 各战公开赛当中 日本队呢有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男女队参赛队员最多 正常报名呢是男女四位选手 各四位或各六位 但日本男女队呢能够达到20多位 甚至30位选手参赛 所以他这个投入确实非常大 说起这个日本乒乓球的传统和它的历史呢 它在上世纪50年代 就日本男队呢是它是以这种先进的就是快攻打法 冲出了欧洲很多强队的这种包围 在50年代的时候确立了就是日本在拼鞋的一个霸主地位 但是到60年代开始中国队开始迅速崛起 在60年代就形成了中日对抗 那么也成为世界拼鞋的一个主流 70年代呢 这个日本队还处在一个欧亚对抗的一个中心 但是在这个上世纪79年 日本队夺得了最后一个市井赛的这个男子单打冠军之后呢 从80年代开始 渐渐就开始淡出了这个世界乒乓球顶尖的一个行列 那么在90年代日本呢一度有一些外援加入充实了一些实力 但始终还是到不了世界最顶级或者是世界冠军的这个行列 其实没问题 我们现在今天的世界买以后 我们认为世界身高应该是之后 这个美传军的迅詐 你稍喜 联�ого 开 让 现在许欣已已经全面的打出了她的一些特点和优势 一看人在场上就比较活跃兴奋松弛释放 在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纠结的地方 所以跟高手比赛 像这个吉村真情在第二局 9比9 9比10的时候一个发球逆向旋转 落点没有发好 发到许欣的正手大角度 正好被许欣能够果断的挑打 当然许欣肯定是准备挑了 但是她位置发的不好 她没有发到她追身 发她正手大脚 但那一个球许欣过了之后 整个就扭转了当时的一种小小的困境 从而也验证了 就是你和世界顶级的运动员比赛的时候 最多她给你一次机会 或者给你一个球的机会 你把握不住 对不起 接下来基本上就没有她太多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空间了 所以像这场比赛 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她整体来看呢 双方的球路不是很熟 所以她回合很少 相互对对方的球的这种轻重力量长短旋转 都不是说特别了解 好 这样11比5 许欣顺利的拿下第三局 这样许欣3比0战胜日本的集村 真情 为中国队在亚济赛当中呢 先获得第一盘的胜利 我们稍后呢 将会继续为您带来在泰国曼谷取行的 第22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团体决赛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在中央电视台体育赛事频道 为您带来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中国队 男队对日本男队的决赛 那么第二盘的比赛 我们看到中国队呢 是派出了年轻的樊振东出场 日本男队呢 是 丹宇孝希 丹宇孝希呢 世界排名是第12位 1994年出生 今年21岁 左手横卧球拍 两面反交打法 也是日本奥运阵容的选手 丹宇孝希呢 出道也有几年了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他曾经在 奥运的预选赛上 我记得他赢过马龙 他的球呢 应该说是 属于那种随意型 打球 在场上的手感比较好 和这个水谷笋呢 有点像 中远台 都有一些周旋的实力 但日本男队呢 还是在这个砂板上面 在这种核心技术上 不是很突出 另外在速度上呢 也还显得薄弱 所以说起这个力量 他这种 也跟人的这种胖瘦啊 也没有什么关系 有的人他打球 天生就有力量 有的人就天生没劲 但这种力量 最主要体现是爆发力 瞬间的力量 所以日本男队呢 大部分选手的力量呢 都还是差一些 但是他们的中远台 他们的手上感觉 他们放高球 如果从表演的角度 那可能 他们更具这种观赏性 但从这个竞技比赛的角度呢 那么他最 拿人的在场上的一些 主要得分手段 就不是显得太明显 我们来看一下小将 樊振东 对丹羽孝希第二盘的比赛 樊振东这个小将 可以说 他在近一段时间以来 也是在稳步的上升阶段 所以也打乱了中国平方球男队的一些 争夺奥运阵容的一个 原有的一个模式 所以樊振东呢 在这个拼超联赛当中是排在单打胜率榜的第一位 仅输了一场球 在经历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 樊振东呢 因为他毕竟年轻 他的体力 精力 都要好于老将 所以这次亚洲锦标赛 他是一个人抱了四项 团体 单打 男双 混双 樊振东现在的世界排名呢 已经上升到第三位 第一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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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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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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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局反正中的反手出现了几个失误 最主要就是说对方的球飘忽不定 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需要凡尘东的调节 所以凡尘东也在努力的调动自己 希望自己兴奋起来 尽快的摆脱开局的这种局面 alta 蛋 5 3 5 5 加 大家看到这个单雨孝希的球啊 他属于相对比较快的 也就是说他这个打法呢 有点像游击站 所以现在樊振东呢 还没有完全的摸准他的球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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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11比6 第一局的比赛是日本的丹羽与孝希 先胜了第一局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看这场比赛的双方第二局 我们看到应该是樊振东的拍子是史蒂卡的底板 狂飙的黑色海绵 中国男队包括女队 狂飙的胶皮用的比较多 第一局的比赛感觉到樊振东还是没有高度的集中起来 再一个就是对对方的球路不熟悉 对方是左手左撇子对直线反手对反手能不能看得住 另外就是说对方在发球这个环节上 樊振东一定要盯紧了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小动作 小动作这种 进攻 像偷袭似的小挖 但是速度很快力量并不大 樊振东的球呢最好是能够放下来 就是现在整个这个节奏还是有点快 怎么能够打出樊振东自己的节奏 一下一下来 打出樊振东 没板球争取能够把动作做完 很舒服的一个点 现在呢就是说 有些快 跟着对方的快 好球 这把线路我们看到丹羽笑嘻啊 他动作特别小 然后带一点抹的动作 拉起来的球呢 进攻不是显得很规范 很大气 所以这种有点 偷袭的这样的感觉 樊振东呢经常对这种球不适应 或者说没有准备这种斜线大脚 对方进攻的球 这就到了樊振东的一个节奏 一定要打出自己的节奏 放慢一点 太快的话总跟着对方走 盲盲盲盲的 这肯定自己也不舒服 谢谢大家 五、六、三、二、一 三、二、三、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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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丹宇孝希这个选手呢 他的反手其实还是很薄弱 他就是说在相持的时候 他留两下 但是当他当凡正东有进攻的时候 或者掉正手压反手的时候 反手基本上是撅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攻击力 今天的反正东呢 还是显得有些慢 你看这种球在正手 应该是手上很有把握的球 但第二把呢 他就连贯的起来 总是让人觉得 不能够一板接着一板 就是给对方的一种压力 一板比一板快 他是第一板拉完 第二板有些等 人没有往前顶 没有往前迎球 这样11比6 樊振东扳回了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一平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介绍 亚洲平方球锦标赛 南团决赛 中国队对日本队 第二盘单打 樊振东对日本的单语笑嘻 其实从前两局的比赛 我们看到小将樊振东啊 基本上发挥还算正常 但是呢 需要有更多的释放 因为现在中国男队呢 非常明显 距离抵运奥运会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一是张继科呢 有伤病 这样也打乱了 中国队整个主力阵容的 一个格局 所以樊振东呢 他的奥运的机会就更大一些 而且呢 在前段时间 这个拼抄联赛 樊振东 又表现出了超强的这种实力 最后呢 是在单打 个人排名 是排到第一位 排到马龙的前面 他只输了一场球 赢了大概三十多场 所以原来是得马林 得天下 得马龙 得天下 现在 看来这要 在拼抄连赛当中 要改一改这种说法 也就是说 现在中国队肯定会 全力的 或者全面的去 考验樊振东 看看他究竟 是不是能够在大赛当中 经得住考验 能够 在压力面前 正常发挥 另外他的抗压能力 他临场的应变能力 这个都是 在大赛当中 需要 去锻炼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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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呢还是打得有点小心了 所以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樊振东呢应该再释放一些 另外前段时间也专门看了樊振东的训练 感觉比今天的球啊要 要更霸道 更强悍一些 当然比赛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像训练一样 当然我们也期待就是小将樊振东在 接下来他这个比赛肯定会 打到自己的这个频率上来 请观看 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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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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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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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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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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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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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